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10次临时会 秀林乡公所提送了八方振兴消费礼金的计划进行审议 而秀林乡公所行政客长潘美莲说明之后 代表会通案4803万3千元的预算 近期要发放涉及在秀林乡的乡亲 每个人有2000块的消费礼金 欢迎前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10次临时大会提议 秀林乡公所由行政客长潘美莲亲自报告 华林县秀林乡因因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疫情影响发放振兴消费礼金发放计划一案 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代表们进行说明发放的办法 以至最佳经费约莫4803万3千元整 纳入109年度总预算第二次最佳总预算 共产管理业务非向下办理 而这项提案的是由秀林乡民代表会蔡美莫提案 先是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俊杰和代表会同伦们进行沟通之后 在7月份的临时会上进行提案 由秀林乡公所进行研理办法 由于发放消费礼金 由中央安和别的现实的案例进行参考 而这次秀林乡公则是参照中央所实施的三倍捐的方式 希望能够和中央同步 所以才研议2000元的金额来发放秀林乡亲 秀林乡公则的外面贵则是感谢秀林乡民代表会同伦提案 以及支持秀林乡公所则会将进行发放 通过秀林乡公所的同伦们 村里长部落事务助长和代表会同伦们的协助之下 让这项美业能够得以实现 记得喜欢秀林乡公则 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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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Fitz帖 Kah